为了精益求精,每年南加州亚洲食品展都有新的产品介绍给大家,今年也不例外,还加上了冰雕展,让参加来宾收获满满。 第11届的南加州亚洲食品展在惠提尔盛大展开,各大知名的餐饮店、零售商、批发商以及分销商等代表都共襄盛举,相当热闹。 今年以化冷冻为新鲜为主题,介绍了最新的冷冻技术以及产品,让餐馆整年都有清脆可口的蔬菜,吸引了美国、日本、新加坡、台湾等地的厂商,了解食品以及配料的最新趋势,进而寻找商机。 我们有很多东西都是冷冻的,但是你现在可以去尝一下的话,你会发现这个冷冻的跟新鲜的没什么两样。 尤其是我们有一些蔬菜冷冻的,冻了一年之后呢,再把它拿出来炒呢,还是绿色的,还是脆的,这个都是现在的科技所示,而这个青菜里面也不含任何的防鼓剂,所以你可以完全的放心。 我们这次也教一些餐馆,怎么样去布置,用这个冰雕,用很简单的方式,不是用那种很精细的冰雕,他们用的是非常简单的,但是可以让你整个的会场变成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地方。 这个是我们就是希望能够教他们的,然后还有很多波霸的东西呢,譬如说这个QBO,这个QBO现在是不用煮了,不像你以前还要煮,完全不用煮,打开就可以用,而且那个口感呢,跟现在这个波霸煮的呢,都差不多。 除了各摊位的产品之外,现场还有烹饪示范教学,以及冰雕艺术,精彩的亚洲食品展圆满落幕,提供大家一个交流平台,提升自己产品的品质,扩大利润空间。 也有许多的美国商家在现场深入了解,期望借由亚洲食物开创出具有特色的想法与菜色,引领潮流。 中央电视采访报导。